女性陳彥禧日前被爆出說和大陸男性 陳曉婚姻觸礁 兩個人婚後又有一個兒子 有傳男方在去年年底說 正真追戶都要離婚 兩個人至今還未對外回應 不過21日陳彥禧已一頭利落的髮型 出席新戲的開鏡 今次亦是她被全婚變後首次露面 但網民認為她傷害明顯浮腫 簡直早前剛剛哭完一樣 亦有人說不要過度解讀